在所有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这只金耳勺 耳勺的手柄部位两面都有精美的动物纹饰 一面是狮子一面是缝 这两种动物纹饰并不是吐蕃本土的特色 而是来自其他地区 金耳勺的柄部是一个猪雀 这种猪雀在唐代两经地区一些金银器 还有一些石刻的文样上都出现跟它比较相类似 所以时代特征很明显 而且它的文化属性也是比较明显